继续河马 8月28日 星期三 仍然早上回来直播还是怎样 去了荔枝国公园 近着美夫D出口 一开波喝农夫山泉 亦挺似特意展示给大家看 他喝这些东西 未知他内心想怎样 表达了爱国情怀 结果仅仅18分钟下播 应该突然断线 断线之前 是阿八发现有些钟粉 在注视着他 他两个就害怕 又害怕钟粉宝宝来探望他 琴琴琴起身走 这次应该不是发现保安 是发现钟粉远距离拍照 以及是截反 说有两夫妻远处拍照 你害怕什么 你都不怕跟人吵架 有什么好害怕 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害怕 你都恶了 你这只河马 直播没有回应到 最近的新指控 大肚 做小三 等等 阳光丰富 或者淫富 这些 黑历史指控 一一 都没有回应 以至 晴川小三 和 89年 小鲜肉 那些 是在说上年11月发生了很多事 他似乎又会再收到一些新的律师信 听说是大陆的律师信 这里 一开播就不停读留言 浪费 这次他读留言 又多张东西 他很强颜 很无奈 这次 因为他不停看到那些 阳光临村的大陆 大肚指控 唯有继续读留言去书发 以前他幻想 骂人 但这次 又被人爆多一些黑历史 他实在都挺强颜 又是那种 抹大嘴 平嘴微笑 那个状态 就是他非常不自在 来到强颜宽笑 去抑压内心的那种 不开心 或者那些不安 这次他很无奈 整个直播 是极差的 状态 自己个 但他仍然死撑着 所以不停要读留言去抒发 那个不安情绪 就慢地说自己 过得好 中粉宝宝怎么支持自己 等等 然后就喝那些 农夫山泉 就说未吃早餐 喝两口水 就当早餐 现在这个 小鲜肉的指控 他做小三 搞小鲜肉 未分大肚 阳光丰富 淫富 这些 完全都没有回应 连提也没有提 他不是否认 不是骂回头 连提也不敢提 似乎 都挺真实的 因为你没有做过 以他的性格 我都完全没有 你突然说我是外星人 有人说他是变性人 他说几十万次 他在否认几十万次 骂回头几十万次 这些变性人肯定不是 阿八都说了 你救我清楚 他是不是变性人 这些 他会即时 还击 如果一些是荒诞 荒谬的指控 如果这个 看似都荒谬荒诞 就这么看 当然也挺合理的 你两个角度都说得通 既荒诞也合理的 你说何马 丰富淫富 大肚 乐仔 这些 小三勾人 勾小鲜肉 如果 这宗 指控是真是 荒诞的 乱喉烈做 他当然是发癲 立即 开了 Turbo 狂骂 谁知道 连提也不敢提 无事 很刻意无事 这样 就有机会是真的 所以 真的不要想着 跟网民斗智斗力 因为 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你不知道永远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 事情发生 你是来不及去 作出一个最合情合理的反应 只要你的反应偏离了正常的 reaction 这就是假的 也就是代表指控很大机会成真 所以 你不回都是一个 练索 你回得错 逻辑错了 动机逻辑错了 又是一个练索 所以 他太天真了 我一早说这些网络 不要得罪网民 以一敌一亿 你哪里敌得住 日日那么多支箭射来 你多好伸手都总会 他会中一战 还要那战可能就穿心了 穿心战 另外赵山的关系更加没有说 全部否认 全部没有回应 无视了 赵山 阳光晴川的黑历史 全部无视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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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无端起床就了 还说你们到处指着我来骂 指着我来骂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这么黑 你们真吗 为什么要被你们到处指着骂 他还是觉得自己没问题 其实没有人骂你 没有人骂你 有一次 那次是真的 中环那次 那次真的是到处指着骂 但后来 感上路那个是 你的中粉宝宝 后来 跑上来的 那个姐姐 也是 中粉宝宝 骂死他 骂骂地冲上来 骂骂 骂骂 不好意思 我不是黑粉 我不是中粉 中粉 那些人常常说你很肥 原来你 真的不算肥的 怎么说 你不算特别肥 总之后一句 你很胖 你都真的不算肥的 不是普通一般肥 那个爆肚我要组织一点 下次我组织了再说 我自己常常会用的 那个 每个人都说你肥 其实不觉得你不算肥 多谢 这个是中粉 我说你不算肥 因为你是超级肥 这样 有几次激死他 用多些 真是激到爆血管 谁说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在做 他在做 就是在做YouTube 努力争取盈利 经常说 申请到盈利捐一部分出去 捐多少 你YouTube 你除非一天做十次直播 我想 你这样一天一次都不会多 为什么要强迫我 为什么要强迫我去打工 就说黑粉鸡蛋挑骨头 他经常说黑粉强迫他做抹 又要强迫我打工 又要强迫我离开阿伯 又要强迫我 交捐一间公屋 这个角度就有点有趣 另外他现在只是读中粉宝宝的赞味 另外他有时候会读黑粉的 但是那些黑粉 他其实就将 这些黑粉的抹黑 作为洗白自己的 相反方向的东西 总之他要靠读留言去抒发自己也挺惨 另外去到最后他就起床走了 你看这个啤梨面 啤梨面你回忆一下有没有遇过这些人 他是吃药吃到这样 以前可能都真的抑郁过 有机会 有机会这样 就是联系了 阳江澄村的历史 令他大受打击 也可能要落仔 まあ你知生仔 产稻产后也会有抑郁 产前亿产产后抑郁 那么落仔更加也是会抑郁 以前是有大网台旗下的前员工 就是被人冲出搞大了是要落仔 落仔然后老公也不陪他降 说是怕热的 一个子 跟老母去落仔 你看多凄凉 后来抑郁到严重到就用自己的生命去控诉人家整个网台 最终当时是大地震的 揽炒成功的 也是摧毁了人家整个网台 但用自己的生命就会伤确一点 但你看到乐仔是会抑郁的 很大机会抑郁 所以他可能是疯狂吃药 也可能没有特别去看专科医生 可能是看黄鹿医生 疑打鹿医生 随便乱开药 自己又乱吃 乱吃一通 可能饮食又不健康 作息又不健康 思想亦是乱得不得了 种种东西加上就吃到自己人变形 是分泌失调变出来的 这个形状 无论面型和体型都是分泌失调变出来的 如果以前那个什么小宴 小电影那些 你可能想象变成这样 那可以真的有机会 那个程川克力士是落过儿子的 落完严重抑郁 吃药吃到现在要稳定回来 但无奈了 整个身体变化了 我觉得是这样 后来阿伯发现 隐约听到 那个女的回来 回来 他说那个女的回来 回来看着远处 说那个亭 那个两夫妻不停拍着我们 那个女的回来看着 那他听到呢 那走啦 那起床走啦 那全民都是监视着他 看看他能不能够顶得住 现在他不敢在家里直播 一来就说 以前他说害怕人报警 我觉得其实有什么怕不怕报警 如果行得正 你报的几次 我都发烂了 喂 喂 阿sir 大佬没东西的 那家屋 你进来看清楚 现在那些人这样 你这样乱报警不行 严重 滋扰到我私生活 是吧 你可以诈刑 是不是有人报假案 怀疑有人报假案 那你有什么害怕呢 我就想到一个点 这个河马这家屋 可能有些东西 不方便见光 无论是什么合法 不合法 可能有些丑事 测事 也好 搞着搞着 可能河马仔 原来是另一件事 大家可能说他不知怎样 可能是极端相反的 例如河马仔 或者近岑的家里有些东西 不是那么想不停有报警 不停有警察来 来得几次 介意不介意我们进来看看 一进来看 立刻惹事 可能他避免了这件事 我会觉得 无论见得光 不见得光 合法还是不合法 总之 他不是那么想 这间屋 继续涉及到这些东西 所以唯有 我不在家里播就不会有事 唯有迫着出去 你以为过瘾吗 现在业到什么 我都常说想出街拍 现在出街 很多都收拾了 大街商场 是很多东西拍的 如果看回市道的角度 去拍 街市 有很多东西拍 天天可以出去拍的 但是太热了 大佬 动了 全身濕了 你想想他们有什么位 又没有钱 最好笑是没有钱 拖了一八两只东西 还要背贴 这么重的东西 一点都不容易 非常之恶劣 天时地利 很难做的 他 仍然都要坚持出去做 又不在酒店 酒店是怕被人建造的 其实有什么很害怕呢 其实酒店怕被人建造的 现在酒店也不敢播 这个是傻傻的 我不信 你只有白色墙的人在这 但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傻傻傻的 他总会露了一些馅 之前又不小心露了杯 某句说话露了一些东西 他竟然可以 承认自己报警是说大话 也很好笑 他骗过接报员 他说我很害怕 他后来澄清 其实我不害怕 难道我报警说我不害怕 我报警当然说要害怕 然后他死要面 但其实我不害怕 这句是说大话的 如果是报警 看一看 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只是八卦多事 现在他在街上播 就更好 多了一些黑粉 变相产生了花生 多个人 看看今天他又不会做直播 为什么又会连续几天 都只是早上做一次 他其余的时间做什么 他怎样过 他很难过 全天这么闷 走 走又好像没有人拍到他们 究竟什么事 他早上做完直播 那又怎样呢 这个 暂时我未解得通 都引导不了大家去思考 但是 有个问题出现 连续 好像 今天已经第3天了 看看 这个第3天 会不会 下午 晚上 会再有直播跟进 如果没有 挺奇怪 连续3天 只是做一个早上直播 全天在做什么 大家去思考一下 今集先到这里 有没有办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订阅支持 下 2 7 8 9 9